大家好 我是Achai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前两天我给我的服务器里面装的宝塔 从5.9版本升级到了7.7版本 我把升级的前后过程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台服务器是我三年前购买的 当时安装的好像是5.9 我记得应该是5版本的比较偏后期的版本 好像没过多久他们就升级到了6点几版本 因为我这台服务器是生产力工具 升级之后怕出问题就没尝试 现在宝塔Linux面板最新版本是7.7 那为什么现在要升级呢 一是我这台服务器快到7了 前几天还遭到了攻击 我想试用一下宝塔面板的企业版或者是专业版 但是5.9的版本是不能够安装专业版的 不能使用那个优惠件 升级之后才能使用 另外呢 现在宝塔面板7.7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也算是宝塔7末期的版本 我估计bug也少很多 所以可以尝试一下升级一下 顺便把升级过程录了个屏 配合我后期的讲解和各位分享 我们在升级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操作系统不能是老版本 我现在这台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是CenterOS7.G 新版本的宝塔不能安装在CenterOS6.G 在之前的宝塔Linux面板的教程中和各位分享过如何安装 一个是服务器集成宝塔 还有一个是手动安装宝塔 还没有做过这种跨版本 特别是跨这种大版本的升级 从5.9直接跳过6.G 变成最新的7.7版本 没想到的是升级还很顺利 因为这种升级是有风险的 特别是升级过程中或者升级之后 都有可能会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在升级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 并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万一出了问题要自己排查 或者请宝塔客服给予支持 这个支持有可能是付费的 升级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行命令 首先先用SSH工具登录系统 这个工具呢 我之前在教程中分享的是宝塔自带的一个登录工具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4K分辨率 它目前的版本不支持缩放 所以我又换了一个工具 从Windows 10商店免费下载的一个英文工具 据说这是目前最漂亮的SSH工具 在宝塔7.7的官方介绍页面里 有一个升级命令 我开始用了这条升级命令 但是没有成功 因为我的当前宝塔面板的版本太老了 他给我推荐了另外一个命令 在升级过程中会有一些红色的提示 我之前翻过宝塔论坛 也有用户遇到了这个问题 底下评论说可以忽略 我也是忽略 忽略之后也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升级之后 我感觉宝塔00X面板7.7版本和5.9版本 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三年我也用过6点几的版本 给我的感觉从5.9升到6点几有一些小变化 从6点几到7点几又有一些小变化 那么从5.9到7.7变化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它的主要功能都是固定好的 可能内核有变化 但是用户使用感受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升级到7.7版本之后 我先弄了一个企业版用的是优惠券 先体验一下它的防火墙 是NGS防火墙 关于宝塔面板的专业版企业版和免费版之间的区别 各位可以到宝塔官网看一下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尔柴尔 我们下次见